大家好 又回到新的一期 我有个短信 让我先看一下 这期节目跟上期是一个续集 如果你没有看上期我的相机设置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点击连接 我会放在视频的简介里面 这期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图片的配置 包括不同图片的一些设置 和我自己个人定制的一些配置 好 我们先进入我们的菜单 在相机里面的话 我们直接到第十二页 我们索尼相机有一个图片效果和一个图片配置 记住 我们这次不是说图片效果 图片效果就像一个滤镜一样 我通常是不会用相机里面配的图片效果 我会用我自己的预设 如果你喜欢要我的预设的话 我在上期也做了一期 如何用Lightroom去修图调色 然后我也赠送了我十二个最常用的预设 所以如果你想得到的话 记得去看我的连接 我会放在我的简介里面 好 我们直接进入图片配置文件 索尼其实给了我们十个不同的配置图片设置 那厂家的这些设置 其实总体来说是都很好的 那我做了一些微调 那这些微调是根据我一年以来拍摄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适不适合你 你们要自己去判断 好 那首先进入我们的图片配置文件 PPE PPE呢 我们先还原 那厂家出来的PPE是MVB的干嘛 那我呢会用Cine2 OK 然后另外呢 我会把底下的彩色模式调到Cinema 然后饱和度彩色都不管 然后细节 我们这里会等级调到-7 因为我不希望在相机里面做任何的锐化 我是都在后期做所有的锐化 那这样就完成了 就这么简单 保存 所以我的PPE现在就是我的个人设置 我所有90%拍摄的片子都是用这个图片配置 一它方便 二它后期的工作量没有那么大 第三它的ISO起跳键 就是它的最低配置是ISO100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也很适合用它 唯一的时候就是在夜晚它可能会有一些噪点 那在晚上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配置 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我的朋友在国外拍MV都会用这个设置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色调真的是很容易 特别是对肤色什么的比较适合 那当然就是外国人的肤色和中国人的肤色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所以我建议你们可以去回家调一调 试一下觉得怎么样 而且这个设置呢 非常容易上手 如果你是刚开始拍视频 如果是个新手或者是没有太多经验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用这个事来试一试 这个宽容度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非常好用 唯一我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 我宁愿你多曝光 所以这时候就把半码线打开 设置到100%的半码线 然后差不多有一些半码线出现在屏幕上是OK的 如果你不懂半码线怎么样设置 可以看我上一个相机设置视频 宁愿多曝光而不要把图片拍的特别的黑特别的暗 因为黑和暗的视频在这个设置下很难还原它的细节 唯一就是说那在晚上我一般不会用这个设置 因为晚上它可能会有些噪点 那我会用另外一个设置 那就是进入我们的菜单 我们到PP2 索尼本身的PP2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它可以在低光的时候补出很多光 而且焦点非常的低 OK 黑色等级我们是-2 γ不用动 就是steal 黑gammer我们范围在中 然后等级我们是在-2 OK 下面这个我们不用管 这个是高光用的 所以不用管 彩色模式我们选pro pro是一个比较容易调色的一个彩色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就选pro 然后饱和度我们把它调到-4 OK 彩色相位这个我不用动它 彩色浓度 OK这个我们现在也不用动它 可是如果你想后期再去调整这个的话 这个你可以自己去调 它会让每个不同的颜色的亮度增加或者降低 这个你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比如说RGB Red Green Blue Cyan Magenta 这些都是你可以调的一些不同的颜色 如果我想要蓝色比如说Blue 我们想蓝色颜色更亮一点我们或者是我们可以调到加7或者加6 这个你个人可以玩在不同拍摄场景的话你们可以自己调 OK细节最后我们调到-7 跟之前让我们减少相机里面的锐化这样的话我们在后期可以做一些调整 那这个就是我的低光拍摄图片配置你们回去可以去试一下 它会把拍摄出来的阴影和黑色的地方压得很黑很黑这样的话减少噪点 那我大概再跟大家快速讲解一下PP7是S-Log 所以如果你是个新手的话我强烈建议不要用S-Log 它可以把最高点和最暗点一共是14个Stop 可是它唯一有几个缺点就是一 它很难去对焦 特别是在我们索尼的LCD屏幕上面 它很难去准确的对到你想对的东西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接一个接收器 第二就是说它的ISO起跳点是在800ISO 也就是说在白天拍摄你的ISO必须是800 那意味着就很亮了 所以你得放一个ND filter 而且它的后期是非常难去调色的 所以往往你是要花很多功夫 当然如果你做得好出来的效果真的是很棒 我们如果拍Vlog拍旅游片 如果不是商业片的话 往往不需要 我90%都不会用S-Log 那第二就是PP10 PP10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图片式配置 它是叫Hyperlog Gamer 它会把高光和低光合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个比较柔和的图片 展现给大家 很多朋友喜欢直接就用PP10来拍 Hyperlog Gamer 然后出来的图片就是灰灰很平 很flat的一个颜色 很性文旦 大家很喜欢这个颜色 那有的人喜欢这种颜色 而且它也不调色 它就直接用这个片子来做它的Vlog 其实也蛮有艺术感的 如果你喜欢它 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那我现在目前是比较喜欢用Cine2的 所以我还是用我的PPE 所以我建议你们可以去尝试 尝试在多尝试 在不同环境下 不同的场景下 去拍 这样的话可能会给你们自己带来不同的收获 那记得也可以跟我留言 如果有新的发现 我们也可以互相的去沟通 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 记得点赞留言转发 还有收藏 那在近期节目 我还会发更多的干货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 我是小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